好的 谢谢 谢谢陶院士 那下面的主旨报告是 力学材料和力学医学的一些最新动态 分享人是高华介义院士 让我们继续有请刘锦耀博士为大家介绍 有请刘博士 好 刚刚陶博士是 一个经验丰富的投资家和很成功的企业家 下面我有一个 very distinct honor to introduce a academician very successful top scientist 高华介义院士1982年 78年入学西安较大 82年毕业 跟我是同一年同一届 但是我然后这个也是这个差不多同期来美国的 我们的比较就到此为止 这个我来了美国之后就追求别的东西了 但是高院士呢 他就在学术和科研上 取得了这个我们只能高三养子的成就 他现在是 南洋理工 新加坡南洋理工 八大学院教授 高教授 之一 在 去新加坡之前 高教授在 Bron 教学科研18年 从Bron退休之后去了 在 德国的这个 这个Maxprong 一个Maxprong Institute 做主任 从哈佛毕业之后又在 还在 在斯坦博 教过一段实验书 有趣的是 这个陶院 那个陶教 陶博士 在Stampard的时候 那个高教授那个时候也在Stampard 他们有相当长的时间的Everlap 所以他们算是老朋友 这也是一个很巧的事情 这个谢谢 迪美科学 安排这个 这样一个机会让两个老朋友 在 在 这个会上 再次聚会了 高教授今天 这个高教授现在是一个 五国 五国 州 的七大院的院士 这种 这种成就 这种农意 这种地位 即使是在这个世界最顶尖的国家里面 也是比较少见的 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请到高教授来 给我们做报告 是 是 一个 一个非常荣幸的事情 真正的一个 Leading Leading Age technology Leading Age Research Buy Leading Scientist 我们欢迎 高华健 教授 能看到我的 看到我的 slide吗 可以 非常感谢 刘博士的介绍 非常感谢这个刘博士和 郑芳林会长 他的邀请 这我第一次参加这个中国旅美 协会 非常开心 尤其是跟陶永 陶永博士 我们以前在斯坦福的时候 有很多交集 我非常敬佩他 作为企业家 这个创业 那个时候我们就很多交流 这个三十年以后 三十多年以后 又在一起给这个报告 非常荣幸 我今天想跟大家 就是讲一讲这个 因为我是做力学 我是做力学出身的 以前做的研究呢 找到力学跟材料 以前在斯坦福大学 跟半导体 那个时候今天 陶博士讲的一些chip 当时我在斯坦福 跟硅谷一些合作 也在做 那么后来我去了德国呢 去了德国 后来又到Brown 后来就骗得比较 从生物医学方面 力学跟生物医学方面 我今天讲讲一些 举两个例子吧 我的研究小组的一些 一些最近的研究 我这个 中文跟那个陶博士比较 要差一些 因为讲 平常讲话 中文还可以 但是讲那个technical 话的时候 有些英文的单词 翻译中文 不知道怎么翻译 所以 待会可能用 可能我会 我会主要用英文吧 做我的报告 OK 我先说这个 就是力学跟材料的关系 这个我们这个领域的发展 我们的领域呢 这个力学呢 最初是航空发展起来的 就是潜学生呢 所放他们呢 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当时航空的发展 由于这个飞机的出现 所以当时引进了 对这个力学 空气动力学 对这个结构力学 对吧 这个是当时刺激了力学的发展 以前在这之前 我们力学跟物理 其实是一家的 就是当时有工程上的需要 后来这个我们 这个美国有个教授 叫Steven Timoshenko 叫Timoshenko 他是最上有名的一个力学家 他当时创立了一个叫 材料力学 叫Nutronics and Materials 那今天呢 大家在本科的时候 都会 这个这些课 对吧 材料力学这个课 属于现在standard 非常标准的一个 本科二年级的一个课 这个材料力学 它的主要describe 它的主要目的 是它要描述 尤其是quality的描述 材料跟结构的性能 在一些Metangular force Metangular力学的加载 在力的作用下 这个材料和结构 它们的反应 主要目的 我们要设计工程上 比如设计桥梁啊 设计building啊 设计一些machine呢 都材料力学 在二十世纪 得到极大的发展 在这个 我们所有的科技工程上 这是一个必要 这是为什么 它是我们本科 这些大学 就是所有的专业 尤其是学工程的 本科一些 所有的学生 都会读的一个专业 当然材料力学 也有些实践性 它其中一个局限 就是Metangular 要制造 在目前科技的发展 制造业 是非常 非常那个兴旺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 真材制造 叫addity manufacturing 现在我们可以跟 自然界一样 可以把材料 从一个原子 一个原子 把它堆积起来 这个真材制造 就是bottom up manufacturing versus top down 所以制造业的革命 就是材料力学 因为材料力学 我们以前材料力学 是别人把它做好以后 我们就研究 它性能 要设计 那么今天这个制造 已经成为 这个材料的一个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们从制造到材料 这是一个整体 integrate 所以材料力学 今天这个受到 很大局限性 还有个局限性呢 就是说 它没有多学科 现在的科学 我们是多种学科 就是力学 物理 化学 生物 机器 电子 量子 这都是integrate 所以这个材料力学 从现在来讲 是比较有局限性的 它没有把制造 材料制造 integrate起来 也没有把多学科 它还是强调力学性 所以呢 我们最近呢 我们南洋理工大学 跟陈小冬 院士 他是材料 然后南洋理工大学 材料系的一个教授 我们就提出的概念 叫这个 mechanal material 力材料学 力材料学呢 我们就是说 我们认为是个 paradigm ship toward proactively deploy mechanical force and design geometry during or after fabrication 的program material functionality 我们主要目的是 要把制造 材料制造 和它的functionality 把它连起来 通过力学的原理 这个mechanics principle 就力学在中间 能把它作为一个基础科学 能够把这个 我们材料制造 自备 整个把它 functionality 这个functionality 不一定是力学性能 这个functionality 包括了力学 光学 电学 quantum 量子 生物 医学 各种各样的性能 都可以 像一个x 我们在斯坦福 有个叫biox program 我们可以 这个人可以叫mechanics x 这么一个 比较broaden的 这么一个scope 我们重新定义 力学跟材料 这么一个学科 这个有很多挑战 第一 我们要把这个 力和几何 和性能 但这个性能 是非常广义的 是什么性能 都包括在里头 把这个搞清楚 那么今天呢 还有很多事情 要做 没有完全搞清楚 第二就是说 我们要去设计 设计这个function 我们这个function 是很广的 不光是力学性能 还有电学量子 我们通过 这个多次的这个力 从原子 一直到宏观 这个force and geometry 和制造结合起来 能够这个设计这个function 这个里面呢 很大一部分是 multi-skilled multi-physics modeling simulation 这里面的 我们要力学的原理 来做设计的话 那么多导致 和这个多种物理 对吧 要把它替合起来 还有这个AI和data treatment 就是 人工智能的方法 因为这个设计 是一个multi-dimension 非常复杂的设计工具 很多很多产量 因为制造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很多产量 在里面 不是说很简单 一两个参数就能代表 所以这是一个 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力学和材料 到这一个新兴的一个学科的发展 发展方向 我今天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想就是说 举一两个例子吧 在我的 我自己的研究小组 我们引用了一个力学的材料 和医学 这么个交界 我们做了一个工作 那么第一个题目 我选的就是说 Design of Heart Patches for Treating MI MI我们叫心肌梗死 就是 俗话说就是心脏病 就是突发心脏病 因为我取这个题目 也是因为最近 这个李克强 那个总理 这个突然 这个突发心脏病 就突然去世了 在这个年龄也不大 这么就提醒了 我们这个心脏 心血管的疾病 对我们人类 很大的危险 需要去决定的问题 这个心肌梗死呢 这个我们这个文章 是在四年多前 我们大概近五年的工作吧 这个心肌梗死 它主要是用于 这个叫冠状血管 叫Coronary Artery 这Coronary Artery 它主要都是我们心脏 提供营养 提供血液 这么一个血管 如果它被Block以后呢 比如说我们年龄大了以后 有些脂肪啊 有些cloth 它会新增Blocking 这个Blocking以后呢 最后心肌 引起心脏细胞 本身心脏细胞的死亡 它新增的死亡以后 它又会新增 那个出发的 出发的心肌梗死 就是心脏病 那么这个里面呢 你看看这个 它这个死亡以后啊 这个是 就是Healthy的一个 这个Heart Heart Chamber 叫做左心是 Pumped Blood 非常有力 非常strong 这么一个 Muscle group 它会把血液 碰到全身 那么心脏一梗死 心肌梗死以后 这个部分 心肌啊 它那个 Heart Muscle 就大了 然后就会新增 心脏壁的减薄 而心事扩大 对吧 这是一个 实际上是个力学问题 就是相当于我们力学的 Failure 这个Material Fail 本身它是一个Muscle 它可以contract 但这部分细胞死亡 你才要变入 Fail 就引起的 就是死亡啊 那么其中有一个方法呢 我们就是也在 医学界啊 材料界 也在研究这个方法 就是说 叫青藏贴片 这个idea很简单 比如说我们 手上啊 或者 引成一个损伤 皮肤损伤 我们会贴个胶布 对吧 贴个这个 这个Tape 帮助我们Heal 对吧 当然这个 这个idea就是说 我们心脏如果是 有这个问题 因为它 才到一个 Material Damage以后 它不能承载了 就我们要Pumping 不能承载了 我们贴个片 帮助它修复 这部分死亡以后呢 我们把贴片子 帮助承载 然后使得细胞呢 有机会去修复它 把这个死亡的 这部分Tissue组织 给它Replace 再把它修复 那么呢 这个也其实很多 很多科学家 都在做这个事情 但是呢 就是很不幸 就是说这个Efficacy 这个问题没解决 就是说我们从六项指标 比如说这个 根据它的这个心思变薄 对吧 它能够恢复多少 还有它的stroke volume 还有这个各项指标来讲的话 这些心脏贴片呢 大家都在随机的去试 大部分的实验室 就我做一个贴片 我放上去 我看 看这个功能 这功效是 这功效是 就是很难以 没有个指南 没有个指南 不知道我们怎么样去 最好的设计 对吧 因为这个心脏病在全球 现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尤其是很多富裕的国家 对吧 这个肥胖啊 我们活的年龄比较大呀 这个心血管疾病 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这个问题是很值得研究的 那么这个idea也很简单 但是至今呢 没有得到一个广泛的应用 就是因为它的 没有一个很好一个指南 所以我们这个学生呢 我这个以前的学生 在Brown工作的一个学生叫刘悦 他现在在University of Michigan 做博士后 我们当时跟这个杨磊教授 就苏州大学杨磊教授 和福登大学的孙宁教授 杨磊教授是做生物材料的一个专家 那么孙宁呢 是做心肌 他专门做这个心脏 心脏方面的一个专家 所以我们就说起来 我们的团队 我们的心脏出现的 所以我们呢 这个文艳的模式 当时建立了三部 医学的一个模型 因为时间关系呢 这个里面的detail呢 我就大概省了很多 就是刘悦就建立这么一个模型 叫Healthy Heartbeat 我们可以把它完全在计算机上面呈现 它的Healthbeat 和这个心肌梗死以后 就这部分细胞心肌梗死以后 我们建立这个模型 可以完全用把它 把它把它这个 它的behavior 全部把它 digitize 这样 做个digital twin 那么一个 可以完全是跟实验比较 比如说我们跟它的pressure 心脏里面的pressure和它的volume 我们做个实验 我们在老鼠的时候 现在做实验室 跟老鼠做个实验 它完全可以 可以说是比较精确的 能够reproduce pressure和volume relationship 那么我们就可以 看看这个 这个stroke volume 这很重要 就是它起波这么一个volume 多少blug 多少血液能够胖出去 这是Healthy 如果是它这个心肌梗死以后 这份细胞细胞 你看它就整个curve 就会往右边移 就是它的volume会增加 因为一部分材料 它没有那么stiff 就是它有一些细胞 细胞死亡了以后 整个volume会往右边 就是推过来 对吧 这个curve 那么我们也可以试着把贴片 在computer上面 把一些贴片贴上去 那么对于我们就发现 根据你的 这个贴片的力学性能 跟它的磨量 比如阳势磨量 它的厚度 跟它力学性能比的话 这个贴片 它会restrict our volume expansion 因为这就很 其实我们也很难 很容易理解 这个心脏 它是一个不停地工作的 一个器官 它不是一个static 不像我们的皮肤 是一个static 是个静态的一个器官 对吧 那个心脏 它不停地起活 那么这是你要放在贴片上去 对于什么时候贴上去 它会 因为像气球 它要expand 你贴个东西以后 它就会 限制它的扩张 是吧 实际上这个是一个 可能它有益 可以帮助 但它也可能有害 它会 it's going to restrict 我们可以更加量化 就我们把stroke volume 和心脏贴片的力气性能 这个横坐标是 贴片的力气性能 它的stiffness 而重坐标是stroke volume 我们发现呢 如果在diastle diastle就是心脏 那个volume最大的时候 贴上去的时候 跟心脏完全收缩了 最小的volume systle point 贴上去的时候 这个就很不一样 在最大的贴上去的时候 它对心脏的这个 restriction比较小 它对心脏比较小 但如果我们在心脏 这个volume最小的时候 把这个贴片贴上去 它就会极大的限制 心脏的扩张 就会形成这么一个 对吧 这么一个curve 你看这个curve 它的效果是非常不一样的 对吧 如果在中间贴上去 它又会形成不同的behavior 那么这就 其实就解释了 为什么最开始 大家report 各个实验室report 它的效能都不一样 为什么我们这个surgeon 这个外科大夫 他在做手术的时候 他就是很难保证 因为心脏是不停在工作 不停地在起伏 它是个dynamic 动态的一个器官 你很难保证 你贴上去的时候 它在什么状态 贴上去 你不可能把心脏停下来 这个我们力学上呢 有一个名词叫 prestrain sensitivity prestrain就是说 我在什么时候贴上去 它就会引起不同的prestrain 它会这个很敏感 就是说它的起伏 这个volume 是highly sensitive to win the patch the patch to beating heart 这是个major major challenge 我们如果贴片这个技术 如果能用在这个心肌梗死 帮助治疗这个病的话 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还有呢 就是说 我们发现呢 也不能太stiff 这个patch 心脏贴片 太stiff了 它会over constraint the cardiac cycle 如果太软的话 它又不能provide support 所以这就是一个矛盾 所以你必须得有一个optimal 这中间有一个 最优化这么一个stiffness 这个就很 提出很好一个力学问题 我们怎么有两个挑战 一个是prestrain sensitivity 还有一个是optimal stiffness 这就是我们做力学材料的人 可以进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把里面detail什么也很多 对吧 经过很深入的研究 我们发现了一个方法 可以mitigate both challenge 这个方法就是叫 叫一个叫viscoelastic 就是粘弹性的一个patch 我们不用固体的弹性的一个材料 我们用粘弹性的材料 这个粘弹性呢 它是根据它的参数不同 它可以既像一个流体 又像一个固体 就是说粘弹性的一个材料 那所谓交换 我在我在研究这个交换 就是我们把粘弹性上 它有两个参数 一个叫存储模样 就是有点像我们过去材料的 恋性模样 粘弹模样 它那个损耗模样 就是我在一个动态的加载的时候 它的能量的损耗 成为这么一个measure 损耗模样越大 它越像流体 就是这个ratio between loss module and storage module 这个ratio很重要 这个loss module 越大的话 就越像流体 它越小的呢 就像越像固体 solid OK 那么我们现在plug 这个心脏起泊的volume 跟这个ratio loss module over storage module 我们发现呢 它太大的流体呢 其实是不好 流体它因为损耗很大 因为在一个fluid viscous fluid 就像那个 你在心脏期内 放了很多这个粘 粘性的 很粘的东西 它会损耗大量的能量 所以这样对心脏的 这个功能是不好的 如果它像固体呢 它损耗不大 但它有prestrain sensitivity 它太敏感了 你什么时候贴上 就太敏感 那么我们identify optimal point optimal point 就是这个point 这个point 就是当这个损耗模量 跟这个存储模量 刚好相等的时候 它这个 它既没有太大的损耗 就是它对这个 stroke volume的影响比较小 而呢 又没有prestrain sensitivity 就它既不是固体 又不是流体 而介于恰恰在中间的时候 对吧 它的损耗最小 而且呢 它又没有prestrain sensitivity 这个在材料 其实材料我们 知道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个name 就是说我们在做材料的时候 我们经常把这个 高分子材料 软材料 我们把polymer chain 跟这个solvent 放在一起 当这个polymer chain 刚好在胶帘的时候 就变成一个固体了 在这个 它就叫一个 一个凝胶 这个状态叫凝胶 这个状态是一个 polymer fluid 这个是个固体 这个是 这是个固体状态 右边 左边这个是流体状态 刚好在这个transition的时候 当胶帘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point就叫 胶 point 就是他们的proper就是这个 这个ratio 刚好等于1 所以我们叫 胶 point viscoelastic patch OK 所以这个就必须从力学 才能够 才能够discover 我们不说力学的 生物力学的一个 很深的研究 我们是不知道 这个存在的 这种力学的研究 我们发现 这是一个 比较优化的一个 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杨磊教授 跟苏州大学 他是这个 做生物材料的专家 他就发现了一种 叫starch based gel 就凝胶 就是从那个 淀粉 他从淀粉里面 提出的一种凝胶材料 这个材料刚好是我们需要的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材料 对吧 他这个 像那个 也不是固体 也不是流体 是比较像这个凝胶材料 我们把它这个 这个ratio between G double prime G prime 这个loss module and storage module 我们发现 它跟温度 在温度 从20到60度 它基本上都在1左右 对吧 它是这个叫 就各种各样的环境的湿度 和strain 在因变情况 它也在1左右 所以这个是刚刚我们需要的 所以我们一起合作 我们就给这个 这个孙宁教授 福德大学医学院的孙宁教授 他做心脏的 他老鼠店的专家 我们就把这个材料呢 就把铁片做好 然后贴到老鼠的心脏上面 我们先把老鼠 它的冠状血管 把它constrain 就是引发人工的 去引发 它的一个心肌梗死 这么一个问题 我们再把这个贴上去 看它的效果 这我们有个对照 这里面叫做 如果是你没有做的话 如果没有做贴片的话 那么在出现这个心肌梗塞以后呢 它这个volume left ventricle interior volume 它这个心室心房就会 就一下下变大 就变大 然后它在first week second week third week fourth week 它的不停的变大 就是它这样是采到在fail 就是越来越来 细胞死亡 就是negative cycle 那么其他两个 我们random 其他两个材料 它会有一定的效果 但那效果呢 就是variable scatter 那我们这个材料呢 你比较优化材料呢 就是这个蓝色这个bar 它是四个礼拜以后 心脏的volume 没有任何的变化 OK 还有这个心室的这个thickness 对吧 我们它会变薄 这个我们这个ventricle的thicken wall thickness会变薄 在心肌梗塞以后 那如果没有加任何处理的 它确实是变薄了很多 对吧 但是我们其他两个材料 是variable effects efficacy variable 但是我们的材料是最优化的 然后我们也把我们这个材料 做出来的这个心脏贴片 跟所有的其他实验室 世界各地的实验室 的tom data 做个比较 我们把这六项指标 对吧 六项对心脏的功能的指标 把它作为这么一个chart 发现了我们是各个指标 都是找到最优化 这个所有的方形都在 都在我们这个里面 OK 所以我就 这个example呢 就是说 我们通过似物力学的模型 对吧 把它变成digital twin 对我们hard sell 我们把作为一个plattform 可以通过力学 能够找到一个优化的材料设计 这个材料设计 就会使用这个功能 这功能实际上 它不是力学的功能 而是一个 生物相同性一个功能 它会把这个材料 对这个我们一个 我们的心脏 是个dynamic organ 它是一个不停的 运动的一个 这么一个器官 能够形成一个companability 我们也跟材料学家 把科学家合作 把它做出来以后 demonstrate 它的确实的function 是最优化的 就是this research examplify biomechanics-based platform 就是生物力学 基于我们这个平台 我们来 help develop material for treatment cardial vascular disease 是吧 这个心脏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力学呢 就告诉我们 有这么一个 visco-elastic gel point epicardial patch GPAP 这么一个材料 如果是random的话 你光是去 就像一个做饭呀 如果是飞机的去做的话 你是很难发现 有这么一个optimal state 是吧 就至今这个technology 非常还不成熟 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它的scatter efficacy 但是呢 我们通过这么一个研究呢 就发现了这么一个 optimal材料 optimal material 可以来effect地 accommodate cyclic deformation of心脏的这么一个 optimal cyclic 叫这么一个功能 那么更广泛来讲的话 像我们这种 visco-elastic material的话 因为我们人体的 器官 它很多都是dynamic 尤其是我们生长的时候 心脏 dynamic organ 当然我们在运动的时候 或者我们在生长的时候 从个baby 长大以后 我们很多器官 它是个dynamic的 所以 所以就提示我们 像个年代这种材料 就在固体和流体之间 那种材料 很可能我们可以用在 更加广泛的应用 在这种材料和人体 在生物上面 作为一个biocompatible 利用这种材料来 accommodate tissue deformation motion和growth 这么一个 对我们的启示 这方面还有在 更深入的研究 那么下一步我想讲一讲 我的另外一个example 讲讲第二个例子 我今天有两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 就第二个例子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COVID 这个新冠 这几年 大家都我们的勾诉 叫COVID 印象深刻 我在新加坡 有它两年时间 就哪也不能去 就非常憋 所以说 这个 确实impact 非常之大 我们非常lucky 因为两年前 我还意识到 这个COVID 可能会last a decade very fortunately 我们有这个vaccine COVID vaccine MRA vaccine 对吧 实际上是 很大作用 所以今年的诺贝奖 2023 Nobel Prize awarded two scientists 他们发现了这个MRA developed 这个MRA vaccine 这确实是个奇迹 这个MRA vaccine里面 它有一个 它的delivery 当然他们做了修饰 它这两刻 他们对Messenger RNA 做了修饰 把他们做为vaccine 这个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其中一个 很大这个工程 把这个vaccine 做出来 很大这个工程 一个项目 为什么呢 你这个delivery 你要把这个Messenger RNA deliver到细胞里 deliver人体里 这实际上是 play a key role in the success of the vaccine 如果没有这个delivery 把它传递 把药物 把Messenger 做为一个药物 传递到人体里面 没有这么一个工程的话 其实是不可能实现的 就是现在就是 有些国家 比如说 就是你把这个recipe 告诉他们 我们把它publicize 也不定每个国家 都能做出来 这个MRA Messenger RNA 这个vaccine 也不能就是 我们知道Messenger RNA 就能把vaccine做 其实里面有很多工程的 一些问题 那么我就 根据这个 来 根据这个motivation 来讲一讲 我们另外一个project 就是我们想做一个 叫versatile nanocapsule 就是纳米胶囊 for delivery of drug protein and mRNA 因为呢 我们在 不光知道这个 COVID vaccine 我们现在其实 有很多疾病 都等待这么 delivery system 非常重要 比如说癌症 immunotherapy immunotherapy 很多人就是把 Messenger RNA 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 这个vaccine 把deliver了 cancer cell 让cancer cell 让我们的immunsystem 把cancer cell杀死 很多新型的 这种cancer therapy 各种各样的 其他的一些疾病 对吧 就这个 对这种 delivery 是非常重要 那么我们在 那么我们在 MRI Lipid nanoparticle 就是说在这个 COVID vaccine 的时候呢 他们的方法呢 是用那个叫 Lipid nanoparticle 的delivery 他们是把 这个 Lipid 跟那个 Ethanol 先把它 把Lipid 在酒精里面 先把 把这个Lipid 把它 把它 dissolve 对吧 然后再把 Messenger RNA 在水里面 先dissolve 再把这两个 混合起来 再把这个 Ethanolipid 和 MRI water 把它mix 2-sol mix together 然后再 change里面的 pH value pH value 使得它慢慢 assemble 成一个nanoparticle 把Messenger RNA 放到里面 那这个 确实 这个非常之 成功了 extremely successful 但是呢 它也有些 曲线性 就是说 你比如说 自其他疾病的话 比如说 治疗其他的问题 因为它 它是 limited messenger RNA 一个single cargo 就是它只能把 它这个方法呢 只能把 MRI放进去 如果你把 其他drug 比如说 Temo therapy 或者其他的 PoG 放进去的话 这个方法就 就不一定那么 适用了 它是一个 single cargo technology 大概就是 它是 un-target delivery 就是比如说 我们的 治疗癌症的话 可能我们癌细胞 是在某一个 organ上面 我们要 target delivery 它这个值 放到我们 整个人体 所有的 就是没有 一个target 所以 如果 就是还有 很多工作 可以做 就是说 一个是 可以 multi-species drugs 比如说 可以把 一些 一些这个 chemotherapy 一些 一些protein 和 MRI 一块 把 deliver 所以 定向的 把定 把向的 定向 送到一些 器官里面 所以这还有 很多 这个 more versatile nano capsule 这种 delivery system 可以 做 所以我们 提出了一个 新的方法 我们提的方法 就不是用 lipid 这个 比尼奥伯 讲 他们那个工作 是用 lipid nanoparticle 我们呢 是用这个 peptide 我们提的方法 就是要 assembly of peptides on the gradient interface 我们可以 assemble 纳米胶囊 用peptide 就为什么 用peptide呢 我刚才提出一个 叫target delivery 对吧 这个是 ontarget 在lipid上面 就很难 有个靶向 很难 就把它 继续把它 功能化 形成一个靶向 对吧 我定向的 就一个 一个 有一个靶子 把它送到 某一个organ 但这个 peptide的话 因为它比较 它是一个 一个蛋白质的 一个片段 你可以把它 进一步 function 功能化 把它连接 一些molecule 它可以 跟某些细胞 某一个organ 它可以 进行 进行 那个 识别 对吧 就是peptide 它是非常 more powerful more versatile than lipids 所以我们就想 说用peptide 来assemble 纳米胶囊 我们其实 概念就是说 我们把 这个 lipids 放在水里面 再用另外一个 有机的溶液 其实跟这个 有点像 受他们启发 他们是用酒精 但我们可以用 另外一个 比如说acetone 另外一个organic 就两个 就是这个溶液 把这两个 mixing以后呢 其实nano droplet 这个地方 nano droplet 是吧 我们把 我们把 peptide 融为在这里头 然后呢 我们用力学的 设计力学的 一个原理 能够把这些 peptide 把它 attract them to the interface 对吧 interface 叫gradient zone 把这个peptide 把它 把它这个 用一个free energy 用能量 用设计一个 自由能的一个 landscape 让他们 让他们 attract他们 到这个 gradient interface 然后assemble成一个 nano capsule 纳米胶囊 我们是用这个方法 这个有 这个方法 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也co-loading of multi multi drugs 有任何的 hydrophobic 酥水的 清水的 大的 小的分子都可以 这为什么 因为我们 我们有两个容器 一个是 有机容器 对吧 比如说hydrophobic 这些酥水的分子 像chemotherapy 很多的酥水的 可以把融到 有机容器里面 然后把一些 清水的 比如说 messange RNA heptides protein 把它溶解到 水里面 把这两个 mixing together 就刚才跟这个 technique是有点像的 对吧 把它mixing起来 然后我们 把它mixing 这样子以后 我们然后呢 用grading assembly 用grading assembly 把the peptide 成这个 纳米胶囊 然后呢 这些小分子 酥水的分子 它会 这两个mixing情况 它会 自发的 自动的进入 这个纳米胶囊里面 最后我们把 有机容器去掉以后 它就行这个 multi assembly 它就 既是 peptide assembly 同时呢 这里面的drug 这里面的 messange RNA protein small drug 也会被同时的 encapsulate 所以这跟这个想法 是不大一样 是基于他们 进一步想发展的 一个technology 我们 现在 就是pilot study 我们用的这个 peptide呢 是从这个叫 从昆虫的表皮 昆虫表皮提炼 出了一些peptide 为什么用昆虫表皮呢 因为昆虫有很多 自然界有几十万种 不同的昆虫 它这个各种 昆虫的表皮 它的力学性能 是非常 这个range 非常非常广 它的力学性能 是我们的 young smodular 这个是 这个是density 他们的 这个density 密度都差不多 但它的young smodular 可以vary 8 orders magnitude 是八个量级 对吧 它可以充 非常非常软的材料 也可以做 非常非常硬的材料 这个delivery truck delivery 我们知道 对阳师们 比较敏感 就是你要deliver 某个器官 要deliver 它的这个 对这个 这个versicle 对这个delivery vehicle 它的这个磨量 是非常敏感 所以 这个wide range of young smodular 提供了我们 很大的一个选择空间 我们目前 做的一个study 我们是用这个 corn borer corn borer叫 它的中文名叫 玉米米 它是在 在这个 在这个 它很多植物 它是一个pest 它是个有害 一个害虫 它会损害这个玉米 包括很多这个 农业这些 农作物 它对我们的人类 这个食品 是一个 是一个害虫 当然我们想把 变害有意义了 把它变 把它的这个害虫 把它用在 对我们医疗上 所以我们就 用这个昆虫 这个玉米米 它这个 它这个幼虫的话 会轻轻 四次的 叫蜕变 叫molting molting for full time before mature 到它mature以后 这个它的危害很大 对吧 我们考虑 就是说 因为我们为什么 考虑它呢 因为它在 每次蜕变的时候呢 它会有个 rapid self-assembly 它会 很多protein 会表达很多protein 这个protein 你看这个 在两个小时 两个半小时之内 它就蜕变 就完全mature了 你看它的昆虫 那个头啊 头是很坚硬的 它因为要 它要钻这个 农作物里 它要钻到洞 所以这个是很坚硬 力学是非常好的 力学的property 它在两个半小时 就会全部assemble好 是吧 从force molting到mature lava 它只要需要两个半小时 就要sample起来 这个对我们是很吸引的 我们就想把里面 这个把它找出一些 这个property 一些找 把它一些papide找出来 它会形成rapid assembly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在这个地方就行screening screening these proteins 找到一些papide 怎么可以用的 我们的principle呢 是找一个legal like peptide 因为我们要做assembly 我们要形成纳米胶囊 或者形成其他一些纳米结构 我们可以包括 我们可以造一些 其他一些纳米材料 转材料 做一些比如说 一些什么超材料 这些都可以 那我们现在是 assemble这个叫nano capsule 所以我们要像legal 大家知道 这个小孩玩玩具的时候 对吧 我们用这个legal 可以搭建各种各种的结构 其实这个idea是一样的 我们就在里面找一些 legal like peptides 就像legal一样的 这个legal有什么特征呢 因为它有repeated units 你看到每个这个legal 对吧 就是两个repeated units 或者四个 在里面有八个repeated units 对吧 就是这个repeated units 它的一个major feature 就是这种 这种building block 所以我们就在里面 我们说 我们在这个里面的 表达的protein里面 找这种legal like segments peptides 就我们的 比如说我们找一个 比如说sequence selection more than three repetition 比如说我们 从这个criteria 我们说 我们在里面 在里面protein去找 有没有 还有三个repeated units 这种peptides 我们这里面找到 刚好是九个 我们在这个 它的蜕变的时候 这些protein里面 筛选出九个peptides 这个分别叫 WA30 NS30 这个就不管了 这个name就不管了 对吧 反正是 像WA30 它有 4repeated units 对吧 像NS36 有 5repeated units 所以我们就叫 legal like peptides 这些peptides 我们认为 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来 搭建我们需要的 nami结构 OK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叫 要induce gradient media self-assembly 我们需要它 assemble成一个 nano capsule 那么这个里面的 它的力学的原理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需要 把这一个 organic solvent 和一个水 把它融合起来 我们要在 它的interface 这个地方 形成assembly 这个就需要什么呢 需要一个 在free energy 我们需要设计 这个peptide 选这个peptide呢 这个peptide呢 它需要有 这样一个energy 固法 对吧 这个是我们的 能量 energy landscape 跟这个solvent concentration 就是说 如果在这一点 它是纯水 就表示说 如果这个能量 这儿最低的话 就表示说 这个peptide 它喜欢水 它不喜欢 那个organic 有机那个容器 如果 这个地方最低的 就把这个peptide 最喜欢是有机容器 它不喜欢水 我们需要什么呢 我们这个 greedy media self-assembly 需要这个peptide 最舒服的时候 既不是纯水 又不是纯粹的 而在中间 为什么在中间呢 因为在interface 在这个界面 这个地方 它的这个mixing 这个solvent mix 它的concentration 在刚刚在中间 对吧 我们就要 这个叫energy well 一个single energy well 对吧 所以我们筛选 比如说 刚才我们发现 这九个peptide里面 我们进一步发现 study有三个peptide TH33 比如说 这个呢 它就不满足 我们的要求 它这个monotonic 它这个单调的 这么一个能量的 一个profile 它最喜欢 它就只喜欢水 它不喜欢 那个organic organic 那个solvent 所以它就不能形成 nano capsule 它就不可能到interface 对吧 它就 其他两个WA30和NS36 就是这头两个 WA30和NS36 它就满足我们的要求 它既不是最喜欢水 也不是最喜欢organic solid 它喜欢它们的 大家都在一起 对吧 就是在这么一个mixing environment 它最舒服 比如说我们predict 它会呢 localize into the interface 在interface聚集 进行assembling 就这个里面 大家可以记住就是说 一个intrinsic affinity of peptides for an optimal concentration provides a driving force for localization and assembling and a gradient interface 这是我们这个 力学的一个 基本的assembly 这么一个原理 就是这么一个 要把它 导致一个peptide 它有这么一个energy well 那么我们进行 实验的validation 我们根据这几个 在实验里面 我们做了四个 理论上 我们也有三个 实验我们做了四个 这个实验的outcome 跟我们理论上完全一致 就这两个 WA30和NS36 他们形成了nanocapsule 而QH33 它没有形成nanocapsule 它形成precipited 它就完全就是 形成一些颗粒 它没有形成nanocapsule 没有形成这种胶囊 我们做drug delivery 这个呢 实验它也形成了nanocapsule 但是我们现在呢 目前呢 还没有对它进行理论研究 这是下一步的工作 我们做实验呢 就是把这个 先把pipkite跟水 把它融于水 把它放在这里头 放在这里头 然后我们把athcone放进去 形成这种nanodroplet 那nanodroplet以后呢 它就在interface 这种nanocapsule 然后我们再用 再用这个nitrogen 再blow 把这个organic 这种有机溶解 让它evaporate 跟酒精一样 它会挥发出去呢 再把它 再把有机 完全就用dialysis 就是把这个有机 东西全部去掉 最后呢 就形成nanocapsule 跟水里面 OK 这是我们的 电子显微镜 电子我们确实形成nanocapsule 你看它 这个都是 这个是500nm 大概这个nanocapsule 都在100个纳米左右 就是我们要需要的 OK 这都是形成nanocapsule 而这个QH33 你看它没有形成capsule OK 这就是跟我们 跟我们的理论的 预测是完全是 完全是一样的 OK 在我们也当然研究了 这个demonstration 的drug delivery 确实是可以deliver 做drug delivery 刚才我讲了 就是我们这个strategy 它的feature就是说 我们可以co-loading drugs 对吧 我们在assemble的时候 我们直接就把药物 就组装上去了 就在组装这个胶囊的时候 直接把药物 已经同时就把它装上去了 我们把这个hydrophobic molecule 溶于有机溶解里头 把hydrophilic 就是像mRNA 像protein 溶于这个水里面 在形成这个grading assembly的时候呢 就把这drug 就完全漏起来了 在interface上面 就peptide形成一个胶帘 是一个纳米胶囊 但是呢 同时这些其他的drug molecule 全部都把它assemble到里头 对吧 这是一个我们 现在目前是研究了 在主要是在这个 这个四管里面 这个cell 研究这个细胞 这个层面的 我们研究了 比如说像 Hela cell Hela cell 我们可以deliver 这种hydrophobic drug 和这个protein 这种drug deliver进去 这个EGFP呢 是一种发光的一种 一种protein green fluorescence protein 我们里面发光 就代表我们的protein 这里面荧光 是吧 就代表deliver 它我们delivery 那个efficient 达到了90% 就是纳米胶囊 这QH33 大家记得 它没有形成胶囊 它形成precipitate 就这个peptide 它也能assembly 但是这种 不符合我们的要求 OK 我们做对照的 也就是QH33 它的delivery efficiency 非常之低 非常之低 就说那个纳米胶囊 是关键 那nanocapsule 这个是chemotherapy 这是个Dox 就是叫Dox Dox-Rubicin 它是一个 比较well-known的 chemotherapy 一个drug 它是这个 就SARS癌细胞的 它的delivery 它是hydrophobicdrug 所以它的loading 因为它很多次 会在有机溶剂里 会被洗掉 所以它的delivery 也达到了50% 也是蛮好的 50% 如果是 这个Vesco本身 如果没有放drug的话 对吧 就是光是这个 nanocapsule本身 它的细胞是 没有什么毒性 毒性可以忽略 是非常minimal toxicity to the cell 对吧 而且这个是 就是对 这个chemotherapy的作用 如果我们把这个 Dox-Rubicin loading以后呢 它会杀死这个细胞 根据它的concentration OK 就high loading efficiency nanocapsule alone exhibit minimal septal toxicity 这是很重要的 还有 Dose-dependent toxicity of the box-loaded nanocapsule confirm cellular uptake and successful delivery 这个是进一步的 我们把messenger ra放进去 messenger ra small molecule proteins messenger ra mra 我们在loading mra的时候 是loading一个叫 EGFP messenger ra 这个呢 是我们把 这个 就是 绿色荧光 这个 protein 它是 green fluorescence protein 不是把它load进去 把它的messenger ra放进去 因为我们知道protein 是根据mra 来制造出来的 就是在 它像mr是protein 的template 对 我们把messenger ra 把它load进去 把它deliver进去 它的细胞里 再assemble成 green fluorescence protein 我们看这荧光 就代表说 我们这个messenger ra成功被load into细胞里面 OK 我先比较加 就像我刚刚讲 这个德诺贝尔奖 今年的 2023 诺贝尔奖 这是 award of cologics cologics 它主要是 就是把messenger ra到 vipin nanoparticle 对吧 vipin nanoparticle 这其实是一个 很大的工程 对吧 这个 大家可能都听说 这个就是moderna pfizer 这种 对吧 他们这种 storage 这种东西 其实他们里面 有很多工程 在里面 比如说 如果你光是 把 这个 光是做 assembly 不行的 如果你的bulk 你的bulk里头 你把这个 你把这个 做一个assembly 这种lipin particle 它这个particle 会长得比较大 它会长得大于 这个nanoparticle 它如果大于 100个nm的话 它就没有效果 所以 它对这个vaccine 它要求 这个nanoparticle 一定在纳米 一定在 100 nanometer以下 它就有功效 如果它在 这个大于100 nm的话 它就不行了 所以呢 这个pfizer 和moderna 他们的公司 都有这个 叫做microfluidic system 他们也很多工程 也叫这个 engineering they designed very sophisticated microfluidic system 来produce 来mass production of the vaccine 非常 这个非常impressive 他们一天 可以做几千万 这种 四管这种 这种vaccine 这非常了不起 但这里面 有很多的 engineering在里面 对吧 你不能说是 光是很简单 把它mixing together 还有还形成 很多这个microfluidic 各种各种device 进行这个生产 他们在几个月 一年之后 就做到这个 非常了不起 这个东西 我们这个呢 跟他们就不大一样 对吧 我们呢 因为这个 我们是用 captide-based nanocapsule 我们是 highly stable capsule structure 第一 对吧 captide我们可以 把它cross-linking 可以把它functionalize 我们可以多功能用 他们是lipid lipid没有我们 那个stable 所以要storage 要在很低温下 storage 这很重要 我们这个system 比较stable 第二呢 我们可以co-loading of multi-species drugs for diverse application 我们可以 不光是mri 也可以upload 这个hydrophobic 比如说chemotherapy drug 像dox-rubicin 还有比如说 其他的protein 无论什么呢 我们可以versatile loading 还有我们可以target delivery 我们可以functionalize 这个peptide 因为peptide可以把它功能化 把胶帘其他一些molecule 给定向deliver到不同的organ tissue and cells 这是我们这个system 跟这个不大一样的地方 当然这个已经非常成熟了 已经mass production了 我们只是在现在的研究的阶段 这我put in summary 就是说我们从这个昆虫的表皮 对吧 去identify这种legal-like peptides 这是我们的basis 这是material basis 然后我们通过力学 这个设计 设计这种free energy 一个single-well free energy profile 把这个peptide 找出这么一个single-well 我们可以assemble these nanocapsules that deliver to the antibody doxorbicin for the messenger RNA 我们叫 grid-in assembly method 这是我们的 technology has been developed to assemble legal-like peptides into nanocapsules on a solvent-grid interface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is the free energy minima and a specific solvent mixture drives localization assembly of peptides the method that provides highly stable nanocapsule where multi-species cargo can be co-loaded and target deliver to specific organ tissue and cells 那这样我们刚开始 这个其实文章 都还没发出来 现在还在审阅 所以说这个是 这个领域是 我觉得 还要take some years right to be fully developed 然后最后我就说 这个 这是我的conclusion slide this is my conclusion slide 我想力学跟材料呢 已经远远超越了 当初的 Timochenko design的 对吧 当时我们力学跟材料 最初是Timochenko 他的vision 是呢 我们去describe 就是别人把材料做出来 我们呢 去把他的本国关系 英里应变的关系 把它找到以后 我们设计工程节奏 在现在这个阶段 我们力学 就完全超出 当初Timochenko 设计的活动 是吧 像这个是undergraduate 每个人都要 学历节课 目前我们的研究 力学跟材料研究呢 是把integrate fabrication 就材料的制造 和functionality 这个方向人远不是力学性的 包括了这个electrical optical physical chemical pantom biological 对吧 这个很多 whatever 就是像mechanics material soft material meta material grading material 对吧 而且在这个框架下呢 我们的application 远远不是mechanical engineering civil engineering 我们可以在 house care medicine electronics optics IT energy generation storage transport hydro economy circular economy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robotics automation 其实是permeant into all kinds of all kinds of sustain tivic discipline 因为 material is a basis of foundation for for many many applic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including chips 半导体 对吧 这也是一个材料的 一个 刚才 陶博士讲的 那我就 谢谢大家 这个 this is my talk thank you